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的是为了要提高大家对于全球消除贫穷的意识 持续往减少贫穷的目标前进 联合国网站当中就看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承诺要消除贫穷 保障所有人的和平还有繁荣 只不过观察现况 却还是有13亿人生活在贫穷当中 光是儿童还有青年就占了50% 网站中还提到 贫穷并非无法避免 有些是有意的决定 导致基本权力被剥夺 甚至在2019年开始的新冠疫情 更是恶化了贫穷结构 今年适逢国际消除贫穷日的30周年 2022和2023年的总主题是 人人真正享有尊严 期望活在贫困中的人们 能够真正地获得尊重还有尊严 穷到吃土 有些海地人甚至没钱吃泥饼 焦点看到海地这个贫穷国家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因为黑道帮派问题 还有祸乱疫情之外 政府又宣布了要提高燃料价格 当地的民众穷到受不了了 陷入人道危机 虽然国际的慈善组织有助一臂之力 例如说慈悸的美国总会就在首都的太子港 开了裁缝的训练班 辅导学员缝制衣服来脱贫 只是在这之前 大部分海地人民的生活 民不聊生 只能吃泥土做的饼干来冲击 看到中时电子报 引述外媒The Seist的一篇报道 当地的医生就说 这个泥饼是没有营养成分的 反而把更多的细菌还有重金属吃下肚了 长期吃下来可能还会拉肚子 或者是四只腹肿 更惨的是 观看2015年的数据 每人每天收入大约50块台币 有些人甚至连泥饼都买不起 缅甸贫穷农民自发捐迷 穷人也可以帮助人 同样是贫穷的生活 焦点拉回亚洲缅甸 受到2008年纳吉斯风灾的侵袭 许多人的毕生积蓄 也随着稻田一起被淹没了 消息传到了慈吉志工的耳中 于是就在当地发放台湾的优良道种 其中一位贫穷的农民就深受感动 虽然被救济却还是有心想要救其他人 自发性推动了米铺满的运动 号召大家在煮饭的时候 把原先要煮的这些米 额外抓一把米存起来 而至今呢大约有8万多户参与 成功帮助了4000多户的贫穷人口 无论是地球哪个角落 消灭贫穷都是全民的共同努力目标 距离联合国设立的目标 2030年已经不到10年了 你有什么好方法能够从身边开始推动呢 快到多用新FB留言 或是分享给有想法的朋友吧 新闻关闭提供您观点思考